这种盆里装的是捕鱼用的道具 今天让我们看看 用这种东西是怎么捕鱼的 女人发动渔船上的发动机 驾驶着渔船穿梭的河面上 在东南亚有大量的雨水 河里面的水常年处于饱满状态 女人在这条河流里找到合适的地方 于是把盆里面装的线状钓鱼道具 下放在水葫芦下面 因为水葫芦下面是鱼喜欢的聚集地 地盆装的这种线 连着鱼尔的长度可以绵延河流几百米 每次都是第一天下鱼尔 等到第二天才去收线 一大清早 女人就来到熟悉的水葫芦处 来查看有没有收获 提上来第一个吊钩 发现上面空空如也 鱼尔已经被吃干净 女人拉着鱼线渔船 也跟着往前滑行 放线几小时收线几分钟 随着一个个的鱼钩被拉上了岸 却没没有发现有浴霍 女人心里总归是有点失落 就在此时 女人感觉低了上来的鱼线 有点失利 水面也看到了有黑影露出 提上来是一条巴鲨鱼 总算是有收获了 都说运起来了 挡也挡不住 女人提鱼线的时候 有感觉到了吃力 心里就有了期待 提上来却是一根树枝 女人知道捕鱼就像是人生 不可能每一次都能一帆风顺 怀揣着希望 就能再下次又提上来一条鱼 又是一条巴鲨鱼 而且个头比较小 女人呼吸着新鲜空气 此时雾气朦胧 接下来会是晴朗的天气 看女人露出了笑容 就是她这一次又有了收获 这种抓鱼就像是开盲盒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盲盒里面是什么 或者又是一场空 这条鱼被吊在鱼沟上一晚上 已经僵硬了 不过这种钓鱼方式 难免捕捞到很多死鱼 不过女人捕捞这些鱼 是用来制作鱼竿 所以也没有大案 女人此时就像是一台拉线机器 不是在拉线 就是在拉线的路上 而在拉线的途中 逐渐进入到大丰收的时刻 提上来的鱼沟 都能铁钉看到有鱼 像是开挂一样 一条接着一条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而勤劳的而且的女人 当然是更能得到更多的奖励 鱼线似乎被卡住了 等到提上来 是一条至今为止最大的鱼 差不多的两斤以上了 真是太开心了 但是惊喜就是接连不断 越到后面提上来的越是更大条 映了那句精彩在后面 随后女人在提线的时候 水中却不断地晃动 心里又惊又喜 说明这条鱼还健在 还好女人准备好了鱼网 一手提着鱼线 一手拿着鱼网把鱼捞上来 这条鱼可真大 差不多的有34斤了 更让人惊喜的 还是一条活鱼线做 也是非常的鲜味 几百米的鱼线 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但是提上来的鱼 不仅个头越来越大 而且都是鲜活的 记住这个地方 来一个克州求见 等到下次来下鱼线捕鱼 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投放 也许能捕获更多的鲜活大鱼 也许有细心的老铁被发现 每次提上来的都是巴鲨鱼 这种鱼特别适合生存 而且很容易长到很大的个头 巴鲨鱼的鱼肉里面 没有小鱼刺 制作鱼竿是再好不过的材料 收鱼线也慢慢进入了 尾声 但是提上来的 都是如过之宝的大家伙 女人此时的心情就是 小偷把快乐拉上车 贼拉快乐呀 而且接连两条都是鲜活 而且生猛的 早起的鸟有虫吃 早起的女人 有鲜活的大鱼吃 看看今天的收获 还是很不错的 有几条鱼放进了鱼仓 老铁们觉得这种捕鱼方式怎么样